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长期不是短期 短期之内 少margin 少leverage 少churning 不要炒股票 记得中长期投资 要度过这一段上下摆动的期间 特别我要讲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是我过去一个月 无论是seminar 或者是在任何的场所 问我最多的问题 总统大选 我希望平安的美国总统大选年 我的定调让你心中有平安 数据会说话 一张图讲一个论述 第一张slide 美国总统今年下半年应该有三个波动 纠结在一起如同麻花一样 第一个 什么时候减息 麻烦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迟迟不决定的时候 拉到九月份 九月份到底降几码 你看英国央行已经降息 中国央行即降息一个礼拜两次 你可以看得到全世界都在降息 当然日本例外 日本升息0.25% 但是降息这件事情 被市场波动是一个重大的祸因 第二个 地缘政治 到底以色列能不能够应付两场战争 甚至三场战争 愿上帝赐平安给以色列 全世界都烙在打仗当中 第三个 美国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之前的两季 之后的两季 我从统计图里面让你知道美国如何波动 但是这三件事情都如同麻花纠结在一起 让美国大选非常令市场不平安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从数据来讲 美国总统年是平安年 请看下一张图 数据会讲话 这是过去1900年到去年为止 2023年美国总统大选120年的股票运动图 以四年来算 总统大选年就是今年 下半年开始股票应该运动图往上跑 一直跑到新任总统第一年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应该有五季的动力往上 这是120年的统计图 所以你问我 总统大选年就是今年2024年下半年 三季 四季应该是有动力的 所以我常常挂在嘴边 从上半年讲走势艰辛 但是屡创新高 我们应该在下半年 上帝许可的话 祝福的话 市场应该会比上半年比较有动力 当然第三季在调整 我还是讲有波动中长期投资 但是从这张图来看 总统大选年的下半年 动力十足 选完之后的两季 也是动力十足 所以起码动力会有前后四季 从图表上面 统计图会说话 统计会论述 因为数据不会赖 我们看下一张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统计图 刚刚是120年 这张图是100年24任的 这一任还没下任 所以24任半的全部的总统的股票成长图 你可以看到 一般来讲 25任当中股票应该都是有动力的 每一个总统为了表现他们的政绩 市集经济 当然在二战期间 在越战期间有一些波动 但是一般来讲 一百年的总统就任的四年当中 Overall 中长期来讲 股票是不断地 有序地 理性地继续成长 这是上帝非常赐福给美国的经济 因而能够造福全球的经济 美国经济已经从1890年开始到现在 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第一大经济体已经超过100年 100年的总统 25任股票都是成长的 下一张图 这又是另外一张图 过去20年的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跟市场波动的比较 红色的是总统大选的波动图 蓝色的是市场 volatility的波动图 你可以明显地看得到 当选完之后 2000年波动的市场 波动会越趋于稳定 到了第三年第四年 市场因着新总统的经济政绩 股票有刺激到volatility往下 同样的情形 2004也是如此 2003年打第二次海湾战争 临时持续的降息 市场越来越稳定 同样的2008年 金融海啸 欧巴马总统上任 volatility是最高 波动最高 但是当他就任以来后 一切就绪 持续的QE 到了2012年 volatility又是最低 同样2012也是如此 2016年也是如此 一直到 Donald Trump总统就职为止 都是如此 所以明显地看得到 你所遗历的 总统大选 影响股票的波动 一般来讲 新任的总统就职之后 市场就趋于平安 而且平安到的第四年 最平安 过去20年 没有一次例外 所以图表会讲话 平安的大选年 下一张图 更是精彩啊 这是2018年3月20号 Marky Watch的专栏作家 所写的专文 抬头讲 为什么股票 从Donald Trump总统 上任之后的 所有的政治的动荡 但是从动荡当中 股票运动图 恢复如此之快 请看2016年 第三季 第四季 就像现在第三季 第四季 一般来讲 政治评论都认为 当时的Hillary Clinton 应该会上 所以股票是 当时第三季 第四季 是往上 结果是Donald Trump总统 意外的当选 当天Future大跌800点 但是一两个礼拜之后 股票就开始大涨 大涨四年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 当然有意外 选举会有意外的 就如同我们今年 有波动 有意外 精彩绝伦 有刺杀事件 有换总统候选人事件 都非常精彩 但是波动一完之后 一当当任新的总统 一上任 股票就往上 2016年就是如此 一路长红 17 18 19 2020年 不仅 2016年如此 我们来看看 2020年也是如此 2020年又是疫情 又是两位总统 Donald Trump总统 跟拜登总统 互相较劲 当时股票非常不平安 因为大选 充满了刺激 而且波动 先跌一点 然后新任总统 一当选 时间拉长 也是大涨四年 非常非常的明显 当然 2021年 有一些 就是说大涨 但2022年 有一些调整 但一般来讲 都是往上的 所以2016年是如此 2020年 也是如此 可能之前有一些波动 但是之后 一直 一路长红 非常的明显 总统大选 都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 这张图 也供作你的参考 现在你担心 我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 郝老师 也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我是永远的中间选民 你来看看 无论你电视机前面 你是民主党 共和党 或者是在国会里面 市场的统计 这张统计 是1950年到2023年 过去将近80年的统计 市场非常喜欢 Division 分歧 总统如果是共和党 国会 如果是民主党 或者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分歧 一般来讲 股票涨得最好 你看这一张图的 如果是蓝色的民主党 当选 然后国会 如果是共和党 股票也是涨大概14个percent 如果国会分歧 涨到将近16个percent 所以非常喜欢分歧 同样右边这一张chart也是一样 如果总统是共和党 但是国会是分歧的话 股票一样是分歧 最好涨12个percent 这张图啊 这张slide 总结 从我的口语跟你讲 It's okay 换party容易 换policy很难 只要国会跟总统分歧 两边互相较劲 互相监督 市场一样大涨 再讲一次 换party很容易 换policy很难 换party 任何一个总统互相轮流都可以 但是经济的policy非常难 降利息 policy 无论任何一个总统 趋势是如此 第二 升高关税 不会改的 第三 我们美国优先 任何个总统 任何个国会 都是如此 再讲一次 换party容易 换policy 非常难 市场 非常非常喜欢分歧 这张slide 鼓励你 大选前 大选后 勇敢的 自律的 长期的投资 你如果在大选年 如果坚持投资 一样的这张图 一百年图 二十五任当中 持续的投资 买卖 二十五任的总统 交换轮替当中 二十个升 四次是跌的 意思就是说 你要持守 好好的自律 中长期投资 你说 二零二四年 太难了 我不投资 你有可能会错过 二十个升 对吗 有可能的 这个几率 是非常非常的大 再讲一次 一百年的统计图里面 换总统之后 有二十次 股票是大升的 只有四次是跌的 换总统 是一个好现象 下一张图 作为我上半年 上半场的总结 这个总结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你自律的投资 比你投机的预测 大选结果 更有平安 如果十年来 不管任何政党 你一样的自律的投资 投资十万块 十年之后 你会成长到将近三十一万块 如果时间更拉长 七十年的话 你投资如果一千块 七十年之后 成为一点五八个Mil 记得 要自律的中长期投资 不要被大选 影响到 你中长期的投资策略 自律 勇敢 审慎的投资 愿上帝 赐你平安 我们上半场就休息一下 下半场 我继续的 来解答你几个问题 我们 等会见 我是Howard Chen 陈少豪 郝老师 欢迎回来 希望我上半场 用十张的slide 兼顾你的信心 你的内心有平安 大选年 平安年 勇敢地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终长期的投资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谁当选美国总统 对股市比较有利 我刚刚在上半上已经讲过了 任何一个总统当选 当选前两季 当选之后两季 股票都是往上 一百年的统计 二十四任的总统 有二十个升 四个跌 你要中长期的投资 不要管任何一个总统 有做任何的预测 这对你的中长期投资 并不是太健康 但是一般来讲 共和党的总统上来 对银行股 对石油股会比较好 民主党的总统上来 一般来讲对绿能 生物科技会比较好 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 但是你通常是十个sector 平均自立的中长期投资 比较好 好吗 希望这题的回答 对你有非常实质的帮助 不要被总统大选所吓到 因而停止中长期自立的投资 第二个问题 最近美股大跌的原因有哪些 美股的大跌 第一个 我想讲的是profit taking 第一季第二季 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适度的吐掉 适度的能够做健康的 消化掉 有做调整都非常好的 有的科技股 上半年都已经涨了 20个percent 30个percent 吐掉10个percent 非常健康 第二个原因 美国联储局 美国联储局迟迟不降息 对市场是一个不平安 因为数据已经开始到了顶点 因为数据跟我们讲 美国经济好 没有那么好了 就业数据越来 失业率越来越高 第二个 美国一般来讲 平民百姓贷款的钱 还有利息太高 负荷太大 第三 ISM 美国的工业指数 持续的八月来 最低点 融估线以下46.1 所以美国需要降息 英国已经降息 欧盟已经降息 中国降息 没有理由 美国经济放缓不降息 但是 FED迟迟的不降息 是一个动乱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 市场大跌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地缘政治 打仗 打仗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俄乌战争没有停战的迹象 然后以色列又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场 而且土耳其 伊朗也有可能参战 因为上帝赐平安给以色列 所以市场非常不平安 地缘政治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动乱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虽然我讲数据跟我讲 120年大选年有平安 但是有人还是会认为不平安 所以奥巴罗来讲 第一个原因 Purphy Tech 第二个原因 联储局迟迟不降息 第三个原因 全球打仗的地缘政治 第四个原因 让市场波动大跌的原因 那就是我刚刚特别的讲到的 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一点都是成为 美国最近在第三季市场调整的 健康的原因 我讲了这么多 你还是一样 在暑假期间 调整期间 心中有不平安 我用一节圣经 帮助你 因为上帝 对你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他对我们人 虽然我们是罪人 但是他极其地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关系 经文来自于耶利米苏 第29章11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上帝爱你 愿你经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跟天父建立关系 因而因着耶稣基督 你心中有平安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愿上帝赐福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大选 全球的地缘政治 一切平安 再一次的 谢谢你支持我们财经趋势 持续地点赞支持 分享 哈威倩 陈少豪 财经趋势 我们 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 dot us 优优独播剧行情 请上録节目 请不吝点赞助分數目